睽違两年,花莲终于再度开出同一发票特奖200万元 这是位在重庆路上的生鲜超市 民众只买了一包湿纸巾就中了大奖 而花莲国税局除了前往祝贺 也建议大家多使用云端电子发票 既能环保减碳,免印花税 不怕发票遗失还能增加中奖率 而奖金又可以直接入账户,一举多得 睽違两年,花莲终于再度开出统一发票特奖200万元 这是位在重庆路上的统冠生鲜超市 民众只买了一包湿纸巾就中大奖 国税局花莲分局长潘惠玲特别前往祝贺 两年来已经没有开出在花莲地区 是我们的200万的一个特奖 那就是这边要特别跟这位民众来恭喜 那因为这位民众他是拿到紫本的电子发票 所以相当于就是说类似财券一样 他是不记名的 所以说这位民众他一定要把他 印出来的那张的那个紫本的电子发票 拿来还有去那个我们的那个实体的 那个对奖的一个银行来对奖 就是可以到我们的第一银行 还有那个彰化银行等等 这个实体的一个对奖的据点 国税局花莲分局除了提醒中奖者要在期限内完成对奖 也建议大家多使用云端电子发票 既能够环保减碳免印花税 不怕发票遗失还可以增加中奖率 奖金又可以直接入账户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请民众要来下载财政部的同意发票的对奖APP 那可以来申请手机载具 那也避免这个紫本发票会遗失 我们也不用担心 那可以到我们的大平台的那边去 就是设定我们的那个奖金入账的一个账号 那奖金也可以直接入到我们的账号里面 那希望呢民众可以来多多来使用这个云端发票 那我们也有一个电子发票的那个专属奖 我们也都会有开出很大的一个奖额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